大家好,今天继续 那么上次是介绍了伽利略 以及伽利略的整个这些事情 那么今天继续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是欧洲早期的科学交流 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个是迪卡尔,一个是威诺萨 那么早期的科学交流我要介绍一个叫林晴学院 中国呢有的把它翻译成山猫科学院或者舍利科学院 这个词英语是这么写的 就是林晴的话是一种动物 这种是一种动物 中文一种舍利啊山猫啊 它是以世界敏锐著称 那么这个学院怎么回事呢 是1603年有个意大利有个有钱人 叫这个名字 他很喜欢科学研究 他就以这个山猫这种动物的名字为名 成立了一个学会 取名叫这个所谓的林晴科学院 那么它是个私人联谊会性质的组织 也就是说他因为有钱人嘛 他跟很多科学家写信 哎呀你们来加入我这个组织 一起讨论讨论问题对吧 然后呢就拉入了约二十余位当时有名的学者 组织科学家之间进行交流 那么伽利略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伽利略也是他拉拢了林里面最最有名的一个人物 1631年他去世了 那么组织就不再活跃 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活动是1650年 此后就不再有活动了 那么一直到1847年 意大利政府再次组织成立了林晴科学院 所以今天意大利还有一个林晴科学院 当然跟最早的他成立的这个组织没啥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过程呢 这是欧洲啊 逐渐逐渐走上这个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这是第一个以私人为主导组织起来的一个科学 因为是私人关系 所以他死了 这个活动就没人搞下去了 第二个科学院也在意大利 上次介绍过西蒙托科学院 是伽利略去世以后呢 1657年由托斯卡纳大公菲蒂娜二世和他的那个弟弟利奥普特出资 那么也就是说美帝奇家族为这个科学又做贡献了 在佛罗伦萨由伽利略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维维尼亚 一个是托里托里组织起这个西蒙托科学院 西蒙托的意大利文原意就是实验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组织起来一个做实验的科学院 那么他也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 那么只是美帝奇家族安排的科学家的联谊会 那么前后十几年间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 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日期这个学会 那么1667年的这个利奥波特亲王呢 他升任红衣主教了 那么他就不管这件事情了 到1675年他就去世了 那么这个西蒙托科学院有组织的活动就没有了 但是呢西蒙托科学院那个托里托里死的比较早 其实没多少年就去世 托里托里比较可惜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 那么维尼亚活的比较久 那么后来呢当然也是他们这批人就是组织了一下 把这个十几年这些人做的这些实验记录留了下来 那么今天会编成叫西蒙科学院实验集 这本书中文版当然是没有了 这也是人类的科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吧 也反映出当时这些人做的这些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伽利略也去世了 那么意大利啊我讲过整个这个天主教地区管的比较严 对吧伽利略最后也是被软禁起来 那么随着意大利日渐衰弱 科学中心转移到了荷兰啊法国和英国 那么之前讲政治的时候讲过伴随着政治上 这是英法和三国好像搞了三国演义一样的 那么在人类科学史上呢 英法和三国也上演了一部三国演义 也就是这三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科学 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之间形成了一个 这种科学的竞争的这种局面 那么就要介绍这个马林梅森这个人 这个人呢梅森 我们今天讲他叫梅森 他其实比伽利略略微小一点 跟伽利略是同时代的人 但是比伽利略稍微年轻一点 他是法国的一个神父 所以说欧洲这个神父啊主教啊 我们讲过那个哥白尼就是那边的也是个神父对吧 也是平时也挺空的 这些人有一定的收入 平时也挺空闲的 他们只要对科学关心的话 就能做这些事情 那么他虽然是在法国做神父 但是他是一直支持伽利略了 在他的文章里面 直呼伽利略为伟人 那么他曾经重做了伽利略的很多实验 那么发现了伽利略一些实验数据上是错的 那么有可能伽利略当时做实验的种种问题记错了 或者伽利略本身发生了一些失误对吧 那么他笔记里面就这么写了 伟人也会犯错误啊 他把伽利略视为伽利略 那么梅森这个人呢 在音乐和数学上也有很多成就 最最有名的我们今天管他叫梅森智数 大家听说过吧 就是可以表示为2的n-1的这种智数叫做梅森智数 那么有一个互联网程序叫ginps 是全球电脑共同计算寻找最大智数的这么一个工程 也就是说这个程序你们可以下载的 无论是Windows、Linux都有这个版本的 下载完了以后呢 你放在你电脑的角落里运行 他在你电脑空闲的时候 可以自己设置的啊 他在你电脑空闲的时候 计算出对世界上最大的智数进行计算 这样的话呢 全世界这么多电脑一起算的话 这个比一台大型的矩型的计算机计算能力还要强 那么最近的一次成就 刚不久就发生的是2017年12月26日发现了 这个数字是智数 这是二的七十七万 不是七十七万 这是多少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二的七千多万磁房减一 那么这个数字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类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智数 那么是不是小于这个数字的智数我们都发现了呢 不是的 梅森字数是可以表示为这种样子的智数 其实还有很多智数不一定能表示成为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发现是这个是梅森字数对吧 前一个发现是2015年还是2016年发现的 那个智数跟今天这个智数之间有没有别的智数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已经经过了很多大型计算机验证 是 是那个是世界上是一个智数 前段时间日本出版了一本世界上最无聊的书 就是把这个智数的每一个数字印刷出来 印成了这么厚一本书 900多页 好像是 然后据说这本书销量还挺不错 当然如果大家平时有空啊 因为寻找智数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标准的数学公式 说符合什么解除一个方程来 这个数字的智数没有的 现在还只能用计算机去找 计算机说穿了就是一个个往后算 当然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算法 尽可能效率高一点 据说发现这个智数的人是哪一个国的一个数学家 他那个程序在他的电脑上已经跑了十几年了 最后几天时间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他那个电脑也不是很不像我们现在那种挖框的电脑 他这个电脑只是个i5 也不是很强劲的一个电脑 如果大家平时有兴趣啊 就在自己电脑上放这个程序 就是为我们人类的数学事业做小小的一点点贡献 好 为什么要讲梅森 你看这样的话除了这个梅森的字数以外 好像这个梅森在历史上对吧 其实梅森这个人在科学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我要介绍 叫梅森的朋友圈 梅森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是 他建立了一个通信网络 使得欧洲各国的学者们能够竞争交流互相辩论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个官方的科学院组织的情况下 梅森与许多著名的学者通信 并且把信件的钞本转给其他学者 一个学者想要发表观点 只要把文本寄给梅森 就相当于在整个当时的学者圈发表了 这点很重要 那么梅森的那个朋友圈有哪些人呢 有霍布斯啊 康帕内啦 贝克嘛 帕克嘛 帕斯卡啊 加森迪 这些人都是这个圈自己的人 那也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明定的哲学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 都是梅森的朋友 那么比如说 笛卡尔的这个第一哲学陈斯基 这本书首先它是寄给梅森的 梅森 可能梅森首先也有人啊 应该 当时印刷书已经发明了 但是我想这种少量的这种信件可能不是印刷的 梅森会把这本书寄给别的学者 让他们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再寄还给笛卡尔 笛卡尔再一一跟他们辩论 那么当然梅森自己也发表自己的观点 笛卡尔也跟他们辩论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去买中文版的这个第一哲学陈斯基 就会看到后面附着七篇辩论 这七篇就是当时著名的 其实辩论很多 有七篇是最著名的 七个人物就是反驳这个笛卡尔的观点 然后笛卡尔又反驳他们的观点 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今天这本书 那么这些人因为反驳笛卡尔的观点 本身这些文章也是比如说像加森迪这样的人 他最有名的传世著作 也就是他反驳笛卡尔的那篇文章 那么稍微介绍一下 康帕尼那是意大利哲学下 我之前提到过他最著名的作品叫《太阳城》 他就幻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 跟那个托马斯莫尔一样的 托马斯莫尔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托邦》 他写了一个《太阳城》 《太阳城》的位置在哪里 按照他那本书的描述 《太阳城》应该在印度往南大西洋中有个岛 那就是马尔代夫老 大致什么位置是吧 贝克曼 贝克曼是荷兰的数学家 那么他也是笛卡尔的朋友和导师 笛卡尔年纪大 可以算是笛卡尔的老师 贝马 这个贝马帕斯卡 这个大大的有名 大家都知道 贝马大定理以前介绍过 还记得了 然后帕斯卡作为一个数学家 是很厉害的 作为一个哲学家 帕斯卡这个哲学啊 帕斯卡这个人啊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这个人好像我们不能叫忧郁症吧 他那个哲学观点都是很悲观的 所以他死得也很糟 他年纪千斤就死了 数学上有很多程序 第一个做出架法计算机的就是他 那么 加森迪是法国哲学家 那么最后这个圈子里面 我今天就是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笛卡尔 今天我要介绍主题 那么要知道 伽利略虽然发现了惯性定律啊 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些物理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 加利略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对宇宙的完整的哲学解释 两千年来第一个能够真正匹敌这个亚里斯多德体系的是笛卡尔 也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古希腊的整个亚里斯多德到托利密的这套体系 我以前讲过 他已经建立起完整的一套 这个从哲学到物理学的这个庞大的体系 虽然你惯性定律啊 或者太阳绕地球转太阳转 这些问题都是局部的问题讨论了 但是你要整个的这个体系重新建立起来 虽然有很多人尝试了 但是真正的可以说第一个比较厉害的是笛卡尔 那么笛卡尔建立起了一套 从哲学到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一套很强大的理论 那么这是笛卡尔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重大的构限 可以怎么说 近代数学企业 笛卡尔是第一人 之前的数学家再厉害再厉害 都是总结以前的东西 对吧 或者把以前的东西搞得好一点 或者发明一些符号是吧 加法加法 真正的有大的突破的是笛卡尔解析集合 哲学上真正有大的突破的也是笛卡尔 所以我要详细介绍笛卡尔这个人 这个人呢是个法国人 他的年月是出生年月是1596年到1650年 他出生在法国中部这个小镇 当时这个镇的名字叫这个名字 那么1967年呢这个镇已经更名为笛卡尔镇 要纪念他 我们这个镇上出过笛卡尔这么一个人 他是小贵族出生 因为家境富裕 一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过去的人嘛 这个也不容易 1616年他毕业于普瓦杰大学 这个普瓦杰这个地方就是732年这个法兰克军队打败阿拉伯军队的地方 保卫法国没有伊斯兰化的这个战争 我以前讲过在中世纪讲过 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 那么主要他父亲就是希望他学法律 也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 但是呢笛卡尔一直喜欢数学物理学 所以最终也没有成为律师 笛卡尔在《方法团》这本书中的原话就是说 他说他大学已经毕业了以后啊 他说我要去读一读《世界》这本大书 那么当时正好爆发 荷兰跟西班牙在打仗 然后接下去有30年战争 那么很多地方都要出来找这种年轻人去当兵 花钱了 所以呢他以雇佣兵身份参加荷兰军队 后来呢又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 那么在荷兰的时候他遇到了比他大八岁的这个数学家贝克曼 一般认为贝克曼就是笛卡尔的数学导师 贝克曼后来还是荷兰大议长这个德威特的老师 不过笛卡尔和贝克曼后来啊 因为数学问题两个人炒翻了 为什么问题呢 不是说两个人为了某一个数学问题 两个人有不同的见解 不是两个人有共同的见解 但是笛卡尔说贝克曼抄袭了我的观点 贝克曼说笛卡尔抄袭了我的观点 两个人因此反目 有点像莱布尼兹跟牛顿那种关系啊 德威特其实也是个数学家 因为我之前介绍荷兰黄金时代政治历史的时候 介绍过德威特这个人 我们今天数学上有一个概念 就是期望值这个概念 期望值是德威特在最早是德威特的一本书里面提到的 他是荷兰的掌权的人嘛 等于是荷兰的总统嘛 他当时是荷兰议会的大议长实际掌握了荷兰的权力 那么他要算养老金 在算养老金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数学理论 其中有一本书里面提到的期望值这个概念 这是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到这个概念 那么由于三十年战争 笛卡尔就跟着军队走了很多地方 我讲过这个三十年战的白山战役 笛卡尔参加过白山战役 白山已经在捷克境内了 所以呢 据说笛卡尔此年在布拉格见过开普勒 只是个传说啊 好了 打仗打完以后 其实仗还没打完 他就不当兵了 三十年战还没结束嘛 1622年26次笛卡尔变卖家产 有钱了嘛 他家里本来就有点钱嘛 他游历欧洲四年 其中两年在意大利度过 回到法国以后很重要的一点 他认识了梅森 跟梅森变成好朋友了 这点很重要 笛卡尔这个人呢身体并不是很强健 在军队中呢他主要是从事文职工作 所以虽然跟随军队演征 但却有很多时间自己思考 据说解析几何就是他躺在床上突然想吹的 他自己也这么说的 我没事躺在床上想吹了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国的环境不自由 天主教 法国是天主教统治的地方 所以呢1628年笛卡尔再次来到荷兰 并在荷兰定居了20年 依靠以前变卖的家产生活很少出门 等于是隐居在一个地方 与外界的联系 主要是依靠跟梅森写信 以及通过梅森 他能够接触到欧洲的很多有名的学者 他就跟那些人写信 这就是笛卡尔跟别人的交流方式 1633年的时候呢 当时听说伽利略受审了 那么笛卡尔这个人胆子比较小 他虽然生活在自由的荷兰 处事谨慎的笛卡尔 还是放弃了出版自己的著作《论世界》这本书 这本书只到他死后 有人才把他的手感拿出来出版了 他生前这本书可能就他觉得比较激进吧 他一看笛卡尔 笛卡尔那边还有美的奇加斯在后面给加利略撑腰 这时候笛卡尔还没有人给他撑腰了 笛卡尔的个人生活 笛卡尔呢跟他的女仆叫海伦娜 两个人好伤了 但是可能由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两个人并没有明确的说结婚 1635年生下一个女孩 因为没有正式结婚的 所以只能算是私生女 这是我们知道的笛卡尔的唯一的孩子 很可惜1640年这个孩子因病去世 笛卡尔这一年已经45岁了 跟我差不多 跟我现在的眼睛差不多 这时候孩子去世 这种心情这种打击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笛卡尔终身没有明确结婚 那么海伦娜也可能孩子也去世 这两个人也就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海伦娜后来是嫁给了另外一个人 那么社会地位也有差距 海伦娜是个女仆 笛卡尔是个贵族出身的人 有一定身份有一定地位 这就是笛卡尔 这个呢是费兰斯·哈尔斯所作笛卡尔像 这个我介绍过 这是荷兰黄金时代伟大的一位画家 这是他画的笛卡尔像 今天我们看到的笛卡尔的形象 基本上就来自于这幅画 笛卡尔在数学上重要的成就 就是发明了解析几颗 那么笛卡尔之前 费马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想法 但是没有发表 就算发表了费马的想法 也没有笛卡尔这么完善 费马只是提出了这种 当然要去看费马的手稿里面有这些东西 1637年笛卡尔出版了一本书叫《方法谈》 这幅画本身不是讲数学的 我后面会介绍这本书的 是讲它的哲学的 那么书中有三篇附录 其中有关几何学的附录里面讲到了 它是为了 它这个附录里面首先是为了解决古希腊一个叫帕普斯问题 具体这帕普斯问题当然也不是很有名的 也不是数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 但是是个问题 它为了解决那个问题 它说我有这种方法 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解析几何的著作 这个人呢是个比提卡尔晚 他写的《迪卡尔传》 这是第一个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1619年11月10日 正在军营中的迪卡尔 一晚上连续做了三个奇怪的梦 跟解析几何有关的梦啊 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开始讲得很玄了 醒来之后他认识到这是开启自然自门的钥匙 他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建立一起普遍的数学 所以呢这个人说1619年11月10日是解析几何的诞生日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里面 第一个说这些事情是他 至于他这个日期怎么来的我们也不担心 笛卡尔自己没说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明确看到的 1632年笛卡尔给梅森写的信中 他也提到了这种数学方法 现在一般认为笛卡尔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解析几何了 并且用它来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但是明确公开发表是1637年的方法才这本书 解析几何这个重要意义 我想读过理工科的肯定都知道 解析几何是自从古希腊以来 纯数学理论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 以前的成就不是很明确的 三角函数啊或者什么几次方程的 阿拉伯人给几次方程 印度人给三角函数都有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零零散散的成就 到意大利文艺复兴 当然这些也等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我讲过 各种各样的数学符号都是在那时候价钱乘出那些符号 印度人的处法的算法变成了被阿拉伯人学去 阿拉伯人又传到意大利 今天我们用的处法的那套算法其实是来自印度的 然后呢 林也是从印度来的 但是明确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纯理论的成就 当然要归功于笛卡尔的解析几何 那么笛卡尔本人我们看他书上 他也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有多重要的意义 他就是说我想到了一种办法 我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你们用我这个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们要解两个方程解不出来是吧 画两根直线 它的焦点就是这个方程的解 直线就是一次方程 圆锥曲线就是两核方程 他就用这种办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看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 他说我这个方法很厉害吧 笛卡尔就这么说 那么没有解析几何也不会有微积分 也不会有整个近代数学 我们今天知道解析几何是文艺复兴以后 数学上的这个成就上的一个重大的一步 顺便也可以 笛卡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XY做位置数 ABC做常数来表达数学公式的人 他也是第一个 这个倒不重要 如果一开始他就把它写反了 ABC做位置数 XYZ做常数 那么我们今天的数学公式可能也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这只是个符号 对吧 好 然后笛卡尔更重要的成就来了 他164年发表了他的一本书叫《第一哲学陈思路》 完整的提出了他的哲学体系 那么第一哲学什么意思 就是本体哲学 就是关于世界本源的理论 这叫第一哲学 他在发表以前呢 他将稿件寄给梅森 通过梅森交给许多知名的学者 收集这些学者的反对意见 现在共有七篇 其中霍布斯、加森迪的作品 本身也已经成为哲学史上的名片 而笛卡尔也一一跟他们搭变 那么今天中文版这本书里面有这七篇 全部包括笛卡尔的搭变也都有 那么他的哲学体系 我后面会详细再介绍 1644年发表了一本书叫《哲学原理》 这本书其实讲的是笛卡尔的物理学 笛卡尔完整的 加利略所讲的惯性定律啊 或者太阳绕地球上 地球绕太阳上 这些问题 重的物体跟轻的物体落得快 这些问题背后的完整的理论 笛卡尔讲了出来 虽然不一定完全对 但是笛卡尔完成了一个体系 我以前介绍过 就是在那个西方理论里面 为什么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这个不仅仅是说 我们站在这里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更重要的是个哲学问题 因为有水土气火四大元素 重的元素要位于宇宙的中心 土是位于宇宙的中心的 所以我们扔一块石头上去 它会掉下来 水下面的气泡会冒出来 冒到水的上面 所有的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一个 好像看上去逻辑上很完整的这个理论了 所以你突然之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了 那你哲学上的解释在哪里呢 那么笛卡尔完成了这些解释 等会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也明确了 惯性定律 能量守恒 动量守恒这些定律 在他数里都有了 世界的运动的总量是守恒的 两个物体碰撞的 两个物体碰撞以后 那个就是速度成质量的总量也是守恒的 他的数里面都有了 因为他是数学家 他都写进数学公式了 那么这些定律呢 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从他的哲学出发 可能大家都听懂笛卡尔的哲学理论 我是故我在 从我是故我在 怎么推出来 重的物体跟轻的物体落得一样快 其实笛卡尔这个推法也不一定对了 我只是说 但是他真的去尝试做这么件事情了 他呢还研究生理学心理学 他还有一本书叫《论灵魂的激情》 你看这本书 这本书我前两天刚稍微翻了一遍 当然仔细看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他的生理学啊 心理学啊 包括他的解剖学 跟今天都没 都已经不对了嘛 他认为脑子的结构什么各种结构 然后他会延伸到这个 人为什么会这样会开心 会不开心 跟脑子跟血管有什么关系 他这些问题都研究得很细致了已经是 只是说一种尝试 一周四九年发表 他已经快去世的时候发表了这本书 笛卡尔生前一共发表过四本书 《论灵魂的激情》《哲学原理》 《第一哲学陈思纪》跟《方法台》一共发表过四本书 那这四本书每一本在当时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笛卡尔在荷兰的二十年间 哲学啊物理学啊数学上的成就巨大 也使得他开始闻名全欧洲 1649年23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是谁 我之前讲过的 还记得吧 三十年战争的时候 那个古斯塔夫 那个大出风头的古斯塔夫二世的女儿 古斯塔夫死的时候 克里斯蒂娜才五岁 这时候已经长到二十三岁了 身为瑞典女王 他古斯塔夫是个战神 整天在战场上打仗 最后也死在战场上 但是克里斯蒂娜他对打仗一点兴趣没有 他对科学非常感兴趣 他就说 他就请蒂卡尔 你来瑞典吧 做我的老师吧 那么瑞典方面就派出一支军舰到达荷兰 以搭载蒂卡尔以及他的行李 包括据说有两千余本书 蒂卡尔现在也是个单身汉嘛 也没有什么牵挂 也没有孩子们也去世了 老婆不是 女朋友们也可以嫁别人了 所以他就去瑞典了 笛卡尔于1649年10月4日到达斯德格尔摩 笛卡尔受不了瑞典的寒冬 感冒了 这个瑞典国王呢 瑞典的朝廷有个规矩 早上天气这么冷还一大早要上早朝 那你笛卡尔虽然是瑞典女王请来的 你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你也得像别的大臣一样 五六点的珍珠就得起床去上早朝 好了 这个笛卡尔就一病不起 你看啊 是1649年10月到达斯德格尔摩的 1650年 其实到了瑞典就生病了 然后因肺炎去世 过去的人感冒 接下来是肺炎 我们现在因为有抗生素嘛 肺炎已经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了 那个时候反正就去世了 没办法 克里斯蒂娜女王因此是愧疚终身啊 后来呢 没过几年呢 她厌倦了政治于1654年退位 克里斯蒂娜这个女王本人一生也没有结婚 然后她后半生 因为她退位了嘛 把她的王位让给她表哥了 然后瑞典 大家知道 我以前讲过 瑞典这时候继续一会儿跟俄罗斯打 一会儿跟波兰打 整天跟别人打着 瑞典那时候是个强国嘛 克里斯蒂娜不管 她反正拿了一笔钱 就开始也游历欧洲各地 一直到1689年去世 克里斯蒂娜游历一会儿去巴黎一会儿去罗马 可把当地人给折腾坏了 好歹她也是个女王啊 她要到罗马 罗马就得招待她 她每次去罗马 招待她的费用就不得了 所以很多人搞到最后就怕她来 但是她觉得无所谓 我来玩的 这个是题外话啊 克里斯蒂娜女王 反正她跑到外面 到哪里 她跟别人写信啊 说事情也好 笛卡尔的学生克里斯蒂娜 她把笛卡尔的名字夹在作为她的一个光荣嘛 也确实挺光荣的 笛卡尔也没有真的带过什么学生 就她一个 这幅画是后来别人画的 就是在瑞典的这个宫廷里面 笛卡尔 这是瑞典女王 但是你们看瑞典女王穿的是男人的衣服啊 这个是笛卡尔 还有各种各样的大臣 在一起讨论 笛卡尔就在教女王数学 画各种集合图形 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在教女王数学 那么笛卡尔就大致介绍了一下笛卡尔这个人的生平啊 接下去笛卡尔介绍笛卡尔的哲学 1637年笛卡尔写了一本书叫《方法谈》 那么过程一程谈谈方法 应该一程谈谈方法更好 这本书很容易读 不是很抽象的哲学书 只是笛卡尔自己的心动历程 我现在大学读了书 然后我有很多问题啊 他说很多问题我想不明白啊 他那个大学也是知名大学 也是当时欧洲的知名大学 我问了很多人他们也没考明白 于是我就想去读读世界这本大书 于是我就跟了军队走了很多地方 最后我来到了定居在自由的荷兰 我就仔细的思考了这些问题 于是我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还是蛮好读的 看这本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谈谈方法 今天有的把它一直放了谈 他读过弗兰塞斯克·培根的书 他是反对培根的这个纯粹经验方法 培根怎么说的啊 你们老是研究逻辑推理啊 这个证明这个证明那个没意思 我们现在首先啊 培根不是说吧 他要成立一个什么 所罗门宫 养一笔科学家 收集全世界各种的知识对吧 等把这些知识全都研究 各种各样的知识全都收集来 各种各样的样本全都研究完了 从这里面抽出这种知识来 那么笛卡尔说 照你这样研究 研究到猴年马月去 反正就是笛卡尔是反对他 那么这句话是方法谈里面 我从方法谈里面摘入出来 大家看 等会我还要用到这句话 笛卡尔是主张从严格的几何学啊 或者数学方法来得出结论的 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他说数学推理确切明了 可是我还是看不出他的真正用途 想到他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 觉得他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 人们竟然没有在他上面建造起 这个中文的翻译啊 从应该说高楼大厦来 相反的 古代异教学者 这个异教主要就是指古希腊的学者啊 古希腊的学者们写的那些讲风话的文章 好比宏伟的宫殿、复利堂皇 却只是建筑在尼沙上面 那么换句话说笛卡尔想做什么事情 就是让古希腊学者写的那些 宏伟的宫殿、复利堂皇的文章 能够建筑在以数学这种为基础推理的明确明了的这种 这样牢固结实的基础上面 这就是笛卡尔的目标 那也是后来斯比诺三的目标 所以我后面会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讲 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笛卡尔的哲学很有名 第一条叫我是故我在 他怎么会 他说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 我要放在脑子里面放弃一切 鲜艳的就是偏见 没有任何偏见了 我想想看 到底还有什么真理 我也不假定神是存在的 也不假定神是不存在的 假定你们一切都是假的 世界上没有东西是真的 只有一条真理肯定是真的 他说 就是我是故我在 但这句话本身中文翻译是有问题的 如果直接看这个什么拉丁文的原因啊 就是我思考所以我是 这个是字是作为 不是说我存在 而是我是 怎么解释这个漫长 就是我是故我是 是是个动词 我思考所以我有作用于世界 这样理解可能更好一点 不是说我思考所以我存在 那别人存在不存在我还不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在思考了 所以我有作用于这个世界 这个如果这样翻译 这个可能是个翻译的问题啊 那么由这个结论出发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好像得不出什么结论 我存在了 那别人存在不存在还是不知道了 迪卡尔为什么说神是存在的 他马上就得到神是存在这么一个结论了 上帝存在的 过去的神学家说上帝为什么存在 你看神迹某一天发生了一个什么现象 还有这个世界这么完美 这肯定只有上帝才会创造 这种证明在迪卡尔看见是没有 迪卡尔从自己的角度证明 我讲的可能也不一定对啊 大家想想几何公理怎么来的 整个集合学是建立在欧极里的五个公理基础上 这五个公理怎么来的 不就拍脑袋想出来的吗 我脑子里面放弃一切偏欠 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想看哪些东西存在在我的脑子里面 肯定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了 这个事情很多人很批评 然后他说我什么都 我就凭着心想上帝是不是存在 那既然我脑子里有上帝这么一个概念 那上帝就应该是存在的 从我是故我在 就这样推导出来 神是存在的 很奇怪吧 很多人就 我告诉别说你们 很多人他那个欺骗辩论里面 很多人觉得这一步到这一步就有问题 但是迪卡尔对这个还有很多解释 因为他觉得这样做跟几何功力有什么区别啊 几何功力不也是你们这样 直线两段可以无限延长 这不就是凭空想出来的吗 平行线永不相交 这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吗 欧极里的几何学有五条功力 你们为什么不否定它呢 是因为你们抛弃了一切什么各种思想 各种杂念 最后觉得这五条功力肯定是对的 那我也抛弃所有的一切杂念 最后我想出来神是存在的 我心中有神这么一个观念 所以神存在的 当然迪卡尔我说的比较简单 迪卡尔后面还有很多更复杂的那种 那种很抽象的那些证明我就不说了 从我是故我在 就这样一步跨到了神的存在 但是注意他的这个神的存在这个证明 跟过去的所有的神的存在的证明都不太一样 过去的所有的神的存在的证明都是有叫做先天的后天的两种证明方式 我不想你解释 就是说过去的神学家通俗都说你为什么神是存在的 你们想想这个世界怎么会 反正就是通过那种方式 而他是通过我是故我在推导出我神 就是我在神之前 看到没有 我在神的前面 神的存在我是故我在是功力 神的存在是从这条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 后来很多人说那个 包括那个批评笛卡尔的人里面 唯物主义者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说笛卡尔是唯物主义的 因为笛卡尔这个神其实可以不存在的 他后面的理论里面如果你不管他叫神 那后面的理论照样的下去的 好 神既然存在 然后他又说神创造了两个实体 一个叫物质一个叫灵魂 他认为 神创造了两个实体 怎么证明我们就不讲了 我也没看懂他怎么证明 只能这样说 所以笛卡尔叫二元论嘛 神创造了两个实体 但是神一旦创造这两个实体之后 这两个实体就存在了 以后宇宙的发展就是这两个实体的事情 其实笛卡尔没说这句话 就跟神没啥关系了 神已经结束了 神把一切都定好了 能量是守恒的 你们之间物质碰来碰去 你们自己去玩吧 神不管了 神不会再给你们加点能量进去了 不会了 整个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 物质和灵魂 那么物质的属性是广言 灵魂的属性是思想 人脑中的生活体是灵魂与物质相互连接之处 在这里灵魂与肉体发生交流 就是灵魂可以 人思想可以 我为什么我想打你我就打你 我的手就伸出来了 就是通过脑子里面有个宋国体 他这个动员 胜利解剖他都解剖过了 他说这个宋国体就是灵魂跟肉体发生作用的地方 那么注意 吉卡尔·斯比诺斯的实体概念与亚里斯多德之间的区别 我以前介绍过亚里斯多德哲学 实体是什么东西 亚里斯多德实体就是我们哲学研究的对象 一种在我之外的我作为认识对象的那种课题 这讲有点抽象是吧 实体有两种 亚里斯多德说了 第一种叫第一实体 第二种叫第二实体 什么叫第一实体 还记得我讲过吧 这个桌子就是第一实体 我鱼类就是第一实体 第一实体是具体存在之物 第二实体是什么 人是第二实体 桌子是抽象的桌子是第二实体 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哲学有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先有抽具体的桌子再有抽象的桌子 而柏拉图的哲学是先有抽象的桌子再有具体的桌子 这个是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的巨大区别 但是我们会看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用的同样这个 拉丁文里面是同一个单词 实体 跟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截然不同 在笛卡尔里面实体只有两个 或者说跟我们人类有关的实体只有两个 就是物质和灵魂 神创造了两个实体 不是这个桌子是实体 那个桌子不是这个意思 斯宾诺莎在那里实体变成另外一个概念 我等会给你讲实体就是宇宙间斯宾诺莎证明 他通过他的方式来证明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 这是因为他们的实体的这个叫法 一下子跟亚里斯多德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跨越 所以我等会会介绍斯宾诺莎详细介绍的实体 我一直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 实际上他们的实体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实体 那么为什么他们也会用实体这么一个词 这是因为我们比如我余类现在学哲学 我首先看古希腊哲学 看完以后我就看文医夫心哲学了 中世纪哲学你们谁去好好学过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学哲学的人 一般不会学习中世纪的 或者不会认真去学中世纪哲学 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哲学这个实体 其实是从中世纪的哲学里出来的 虽然实体这个词还是亚里斯多德那个实体这个词 是中世纪经过一千多年这个哲学的发展出来的 这个要注意 所以说有的人我就讲我的感受 就是笛卡尔这个实体跟亚里斯多德这个实体 他们之间这个跨度实在太大 这两个实体区别实在太明显 完全不是一个哲学概念我觉得 这么说明一下啊 好 这里面有个概念叫广延 广延是什么意思 广延是笛卡尔用于指物质要占据空间作为物质的基本属性 是物质就要占据空间 笛卡尔不是发明解析几何了吗 解析几何不就是一门空间的学问吗 如同当时多数学者一样 笛卡尔也恢复了原子理论 但是他认为真空并不存在 因为广延是物质属性 只要有空间和物质是绑定在一起的 空间广延其实就是物质占据的空间嘛 物质必须占据空间 空间里面也必须有物质 这个跟后来的牛顿他们是不一样的 听我讲下去 世界是怎么演化的 当上帝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 世界它是精细的物质颗粒 然后这些物质颗粒通过各种撞来撞去喷来碰去 产生了刺激的颗粒 最后形成了比较粗糙的颗粒 那么这三种颗粒看上去都好像是德姆克里特的原子 应该说是这样的 所有的威力都在运动 整个世界运动的总能量是固定的 能量是守恒的 乙态就是所谓的精细的威力 在宇宙中的运动形成乙态漩涡 推动粗糙颗粒聚集聚焦形成各种星宇宙的各种天体 就是各种精细的颗粒 粗糙的颗粒就转着转着运动嘛 运动就开始形成漩涡了嘛 它有一套数学理论可以推这个东西来 最后那些粗糙的 其实你们放一脸盆水就知道了 你把水转起来 水里面那些垃圾啊那些沙子啊就往中间靠拢了 对吧 它用这个理论 那些越重的那些粗糙的颗粒 就往中间聚拢 形成了天体星球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地球上的东西 我扔上去它会落下来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很粗糙的颗粒 整个宇宙大风就是布满了这个精细的颗粒嘛 精细颗粒因为漩涡运动它有理性力 它要远离你的地中间这个星球 它要远离你 因为大家都要占着空间 所以它会推动那些重的东西往这个漩涡中心去 而看起来是在转 实际上你在地上看起来就是掉下来了 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数学来证明的 可以用数学来推倒了 你真的去推倒一下 还真是这样 可以推倒出来的 好 所以迪卡尔大大有名的叫以太漩涡理论 解释了天体运行已经许多自然现象 宇宙空间中布满以太 这是惠根斯后来提出光德波动说的这个基础 就是光是一种波 波的传播是要有载体的 水波是要在水中才能传播 光的传播就是以太 因为宇宙当中布满了以太 所以光能够从光波从遥远的星球 能够传到我们地球上 相对于开普勒这个失动灵魂 我之前讲过 或者牛顿的万有引力 以太漩涡理论没有超距作用 所有的迪卡尔的理论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是广延嘛 物质和物质所有的作用都是没有距离的 只有碰到了才会发生作用 而牛顿的万有引力 开普勒的失动灵魂我以前讲过 就是他随便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行星都要让太阳转 他觉得很奇怪 他认为太阳会发出一种东西叫做像灵魂一样 这是很维心主义的对吧 万有引力也是这样的 莫名其妙 我地球在这里 按照牛顿的理论 理论上讲 我原来这个手指头一抬 就会产生一个引力波 不不不不 现在是叫引力波了 引力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向间就传遍整个宇宙 按照牛顿的理论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以太漩涡理论没有超距作用 更无神论一些 牛顿那个理论就很神 我原来手指头一抬 整个宇宙瞬间就发生作用啊 理论上是不是这样 大家想一想 按照牛顿万有引力的理论 你们自己推 就这样 没有时间差的 今天的广义象的人是不是更有点像 像当年这个笛卡尔的以太学 当然完全不一样啊 不能相提别论 完全不是一个说法 笛卡尔的物理学、天文理论 就取代了亚里索德和托勒密的理论 占据了欧洲各国 主要是欧洲大陆的这个学校 包括很多英国的大学、中学 都开始讲笛卡尔的理论 因为雅艾森理论没法讲了嘛 重的物体跟轻的物体落得快 还有什么惯性定律 这个都被伽利略给搞定了嘛 那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完 那只有用笛卡尔这套理论了 所以笛卡尔迅速的谱开了 在欧洲各个学校都开始讲笛卡尔理论了 那么牛顿不是提出 后来再过几十年 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嘛 那么因为万有引力理论的这个超距性质 引起了大量的争议 所以欧洲各个大学当时都还是以笛卡尔理论为主 万有引力理论尚未得到广泛接受 那一个很重要的 英国跟法国吵 法国大陆这边肯定是站在笛卡尔这边的 法国所有学校都不教万有引力的 都教笛卡尔这套以太学国理论 那么英国呢也有很多人反对牛顿的 因为牛顿这个超距性质 这个万有引力超距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有人提出了要检测这两个理论到底谁对 用一个办法 就是测量地球的形状 通过测量地球的形状 就能知道这两个理论到底哪个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太漩涡推动地球运动 地球受挤压应该成橄榄状 什么意思呢 以太漩涡啊 地球在中间啊 两头受的压力跟中间受的压力相比 是中间受的压力大 所以地球应该呈瘦长状 应该呈略为瘦长一点 万有引力它对地球没有压力 地球有自转的 自转的话会有离心力 那么地球会稍微扁一点 呈这个橘子状 对不对 这个为了检验这个事情 那么这场就能导致1735年 1735年啊 用过还是什么皇帝的时候啊 是乾隆还是啊 还是庸正 反正那个时候 法国科学院 就巴黎皇家科学院 组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地球测量 法国出前组成两支科考队 一支前往挪威 一支前往秘鲁 总共费时十年 当然也历经了各种困难 最后得到的数据证明地球是成贬状的 那么这个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这个以太漩涡理论是不对的 从此蒂克尔的这个以太漩涡理论就开始淡出历史了 应该是这样 这个理论证明了这个 通过实践来证明 笛卡尔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笛卡尔就是这个重大的这个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这个重大作用 我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稍微也顺便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后面要介绍很多哲学家嘛 就是狭义与广义的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家与思想家之间的区别 这是黑格尔曾经讲过的 黑格尔因为在他那个有一本书叫《哲学狭义论论》里面 讲中国哲学的时候 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孔子孟子都不是哲学家 那么这样的话 是他所说的哲学家是狭义哲学家 什么叫狭义哲学家 这就是古希腊那种说法 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是世界的本源 你不研究世界本源的人 不能称之为哲学家 那么这叫狭义的哲学家啊 那么孔子孟子有很多思想 包括西方国家福尔泰啊 卢梭啊 他们都是思想家 不是哲学家 那福尔泰年轻的时候还研究物理学 还研究过这种世界的本源 这卢梭没研究过 基本上没研究过 中国的哲学家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没有哲学 根本就没有哲学都没有 中国的哲学家从来没想过这个宇宙的本质是什么 都是想大家该怎么好好做人 想这个问题 当然广义的来说 我们今天认为这都是哲学家 那么从这个标准出发 欧洲的近代欧洲哲学学 我大致画了一张脉络图 这张图并不全面记住这里 肯定漏到了很多人 很多人可能很喜欢某些哲学家 我没有把名字放在里面 那么这张图可以说明 主要是说明笛卡尔跟斯宾诺塔 在这个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这个重大的作用 其实文艺复兴以后 真正的第一个能够匹敌亚里斯多德大哲学家 就是笛卡尔 后面是斯宾诺萨 后面又是莱布尼茨 然后出现一个康德 康德不能说是继承莱布尼茨的 康德是一个等于说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从康德开始出现了叫德国古典哲学 那么有费希特、谢灵这批人 一直到黑格尔 黑格尔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个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从笛卡尔开始 斯宾诺萨到康德这个哲学 到黑格尔这里形成一个高峰 而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学生 就是马克思 我们今天把他的名字都写进我们中国的宪法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 很多人啊 那共产党员啊 马克思主义你到底了解多少 实际上如果你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跟黑格尔那套理论的话 马克思可以说是黑格尔的理论里面一小块 真的可以这么说 就完全在黑格尔那套框架里面 只是把某些东西改了一改 就是把某些东西变化了一下 或者把某些概念就是说 黑格尔认为这样的 马克思认为这样的 因为黑格尔是客观维新主义者嘛 马克思说我是维武主义者 就是把黑格尔里面那个客观维新主义去掉 变成物质变成本源了 那就变成文物主义了 然后社会是怎么进步的 黑格尔那套理论 你看改成马克思那套理论 一模一样可以套过来的 包括什么经济学是 这点是马克思厉害的地方 黑格尔不太懂经济学的 马克思可是经济学专家 这个是马克思厉害的地方 那么跟黑格尔同时 德国古典哲学又产生另外一派 黑格尔是理性的一派 有一批人是反理性的 就是舒本华 舒本华跟黑格尔曾经两个人打擂台 两个人都在那个柏林大学 都在柏林大学里 黑格尔上课 舒本华我就跟他同一天上课 他上课的时候我也上课 看看学生到底听谁上课 结果黑格尔的教室里面坐满人 舒本华的教室里一个学生都没有 当然舒本华有一个继承者就是尼采 尼采是继承出魄的 然后马克思继承黑格 形成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 这个尼采后面形成了民族主义 形成了纳粹 所以说希特勒跟斯大林绝对是不可能做盟友的 他们是完全是对立的两派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从笛卡尔、斯比诺塔尔到莱布尼到康特 整个欧洲的这个思想的发展的这个大的过程 对我们人类文明起到了多大的影响 是吧 好,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